祝贺王楚清 祝贺林诗栋 国拼头号克星 暴冷出局 王浩终于释怀了 WTT新加坡大满万比赛 正在激烈的进行中 随着赛程逐渐深入 吸引了众多球迷的热切关注 本次比赛竞争激烈 前两轮就上演了多场意想不到的冷门 包括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马龙和樊振东的 相继惊陷出局 在议论游之后 无缘继续比赛的林高远 更是让人意外 国拼男队在前两轮比赛中 遭受了巨大损失 引发了人们对于他们未来前景的担忧 也让人对国拼 能否在本次大满贯赛中 脱颖而出 感到焦虑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本次比赛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 国拼男队未来的走向 也会对于队员们的心态 产生重要影响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大家将密切关注 剩余国拼选手们的表现 希望他们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 同时 关注国拼的几位主要竞争对手 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竞争对手的表象 表现将直接影响到 国拼争冠的前景 决定着队员们信心和心态 本次比赛的目标 是包揽全部单向冠军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全队共同努力 拼尽全力 随着比赛的推进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 这对于国拼男队来说 是一种鼓舞 在南单第二轮比赛中 国拼的头号克星 庄志渊被淘汰出局 这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 庄志渊一直是国拼几代人的克星 击败过刘国梁和梁景坤等一众顶尖选手 因此他的实力让人意识到 国拼的竞争对手实力不容小觑 这场比赛的结果让年轻球员 王鼠青和林诗栋感到了一丝轻松 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面对 庄志渊这样的老将挑战 现在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 并且有机会成为国拼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王浩也因此感到释怀 尽管马龙和樊正东都提前出局 但国拼的一些主要竞争对手 也相继离开比赛 留下了一片新的天地 供年轻球员们展现才华 现在我们将迎来国拼年轻队员们 展示自己的机会 他们能否在关键的时刻崛起 取得好成绩 成为国拼的新生力量呢 这也将是球迷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或许在老将装置员的退出 和年轻新秀 展露头角之间 正是国拼团队新老交接的契机 期待着国拼未来更加美好的发展 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将 还是着急碰波的新秀 都将共同努力为国拼带来更多荣誉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